我要找一個東西 所有的歌迷都在期待 這是跟專輯有關係的 今天的重點就是 要去歌劇院配唱 這邊錄音應該蠻酷的 不只是酷 你不知道我那個 波波在調打是一個 知道我今天找你來幹什麼嗎? 特地找我來巴黎 一定是變魔術 不可能 後面的紅地毯 你有沒有看到 都已經幫我鋪好了 所以呢 冠靈在附近幫我拍東西 蛤? 我是攝影師? 今天來到這個舊貨市場 其實是有一個計畫 今天來舊貨市場 其實是有一個計畫 這計畫杜哥你不會知道的 Kerry也會知道的 連攝影師 魔術師啊 魔術師冠靈 對你不用知道 因為你知道要幹嘛 不用知道 你好好拍照 我要找一個東西 我要找一個東西 跟著我找一個東西 所有的歌迷都在期待 這是跟專輯有關係的 這就對了 這個態度就對了 各位 我有幫你們盯著他做專輯喔 不是沒有喔 我跟你講 這個專輯你們就要好好期待 這個地方是有文青的 我帶著他 你們放心 這個專輯絕對是 走 逛街 買東西去 建議 好囉 純士 19 就是 你好 再 consumed 禮 risky 假 abstract 你 20 多千 7 甘你什麼時候學東西的話發 太寶 學點法文好不好 I wanna put this card he put this card again hello madame 沒關係 早天要拿 我們先走好不好 有時候就是要學點法文 找老哥來這邊就對了啦 八卦黑膠創片一堆 你看 他剛剛說什麼 他要講嗎 我找老哥來這裡就對了 我已經病了 我還需要找老哥嗎 我自己就寫歌的人 我寫一首老哥 寫一首老哥 好像蠻有創意的 蠻屌的是不是 對啊 還可以的感覺 這裡唷 這是你剛剛 欸欸欸有掌聲有掌聲 這是你剛剛寫的嗎 對啊 就是一個感覺 就是 但是這種鋼琴喔 寫出來 會有那種 好像寫到上個世紀那種感覺 就是變成像蕭邦啊那種年代的感覺 我跟你講這種老的鋼琴一彈了 那種整個感覺都來了 但是寫的就會很 真的很老很老的歌 欸啊你是創作者有侷限嗎 喜歡嗎 好爸爸管也給你 一百 一百多萬的歐元 太扯了啦一百多萬 不是媽媽不買 不要寫那麼老的歌 我們就寫近一點 我們去YAMAHA找 哈哈哈哈 OK 不要寫 我跟他 Galek到18多少年的 Galek是18多少年 72 哇 好啦 不要寫那麼老的歌 我們就不用買那麼老的鋼琴 沒錯有道理 我的計畫就是來車站寫歌 寫歌 阿你不是 你剛剛不是說 鋼琴不要買那種太貴的 阿寫一個比較近代的歌曲 車站就有鋼琴啊 而且在這種環境 寫歌超屌 我們就要改變一下 創作的氛圍 平常呢有些人就是在什麼 廁所 有些人在就洗澡的時候 我跟你講創作的環境非常重要 我要挑戰就是 在車站寫歌 我有時候是看感覺 我覺得 那今天這種感覺 今天這種感覺就是 你們幾個先去喝咖啡 哇 樓上啊那邊都很漂亮 嗯 先不要管我 嗯 當然你是偷偷要搭我車手 是不是 欸 Gary 創作人創作一首歌曲到底要多久 不一定要看人啊 我也不曉得 以他鋼琴造詣 現在那麼投入 拜託來來玩玩 人到半夜 我們鋼琴底下會收一堆錢 這身這樣真的蠻像拍MV的 一大早就去買了 你看 Gary的浴箱 你知道 浴箱裡面呢 裝著這個錄音器材 然後呢 整身的打扮 哦 杜哥 準備去泡老人茶 對 這個就是這個老人茶 什麼 idol idol 對我今天這樣 欸 我幫你拍 你今天這樣也不錯 對 微 微復活 有點復活 昨天老大那樣子 歌算是寫完了嗎 什麼啦 怎麼沒寫完 拜託昨天那個天氣那麼冷 我們兩個站在那邊 像雪人一樣 又喝了六七杯咖啡 還沒寫完 現在在等編曲啊 編曲寄過來就可以去配唱了 編曲有這麼快嗎 對啊 雨薰老師的編曲非常的快 就先編一個蓋啊 然後 拍子啊 Key啊 都對了 然後我們唱完再去慢慢加樂器就可以了 這種你不懂啊 真的 這種你不用懂 不要跟他多說 他不懂你 他就是不懂才要 今天的重點就是 要去歌劇院配唱 你看我們穿這樣 這個環境 我聽你在講 歌劇院是你家開的 你說去就去 好 沒關係 你不要相信 不是 重點是 一般當然我也可以去 這邊借個錄音室來錄 真的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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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遠的演戲了 不是啊 這個很重 錄音機台 我相信 他是歌劇院 這個 我不相信 你們是購物啊 你們騙誰 來啦 跟著我走 我走 我走 這路應該蠻酷的 這路應該蠻酷的 那不只是酷 結果是 這個真的 真的牙口無言 我跟你講 那個 因為歌劇院很大 我們先找 適合的地方配上好不好 覺得這裡也不錯啊 好 我在那邊錄的也可以啊 這個好比較適合拍MV哦 好比較適合拍MV哦 哇超美的 這樣這樣看出去 誰說一定要拍MV才要找漂亮的地方 其實配唱也是要找 很漂亮的玩具 開始懂了 現在先錄音 錄音比較重要 錄音我覺得 還是在那邊錄好了 器材都有了 等一下 順便幫我錄一首 裝作沒聽到 欸 幫我那個 火火在調打 我 進入這張光 閃落地反光 在掌聲間隙中 打光芒 打得傳唱